哦 拜託 黑道大哥 槍 毒 一大堆問題 夠了吧 那所以是說 我覺得這個事情幾個層面 第一個就是說那個校長 你那個理由實在太憋角了 什麼張安樂利的比較近 胡扯 那這個校長本來說要請辭 後來他說為了學生權益又來了 他不走 沒有 我現在要問的重點是 說是那個校長是要落台 對 要落台 我是說 你就知道張安樂有爭議是怎麼柯文哲不知道 柯文哲知道 但是我現在要講的這個重點就在這邊 其實我家不是只是為了這個什麼選民 不想得罪選民 那我請問一下 他每次罵民進黨的時候 他不是得罪一大堆綠營支持者 他為什麼那麼敢 為什麼對張安樂的事情 他這麼鼓勵不敢講 因為一講出去 對不起 張安樂後面是誰 共產黨吧 他可以讓共產黨不高興嗎 統促黨是共產黨多麼喜歡在台灣重要的支點 他如果譴責了張安樂 那請問一下 他不是等於在給北京難看嗎 我覺得這個就是柯文哲的重點 請注意看喔 柯文哲在台灣內部誰都敢罵 但是你們注意看 柯文哲只要是面對 跟中國有關的議題 不曾講過一句重話 而且特別謹慎小心 他也絕對不可能去批評 中共的任何一個高層 這個也是問題 所以作為中共高層喜歡的統促黨的張安樂 請問一下柯文哲怎麼敢得罪 最後我送給柯文哲一句話 你這個時候要不要再來講一句 哎呀 都是藍綠二鬥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你就看得到柯文哲的本質 我老實說 他就是一個非常會說謊 非常會閃躲問題 但是也非常媚共的本質 是 范老師 那個前軍情局局長汪熙玲 今年1月出了本新書叫《破局》 在那個記者會上 誰去參加了這個新書 張安樂去了 柯文哲去了 對 所以這就說明一切嘛 他們兩個人在這些 至少在很多場合是不期而遇 所以柯文哲對於張安樂去擔任這個頒市長獎 我不曉得有沒有有傳承的意味 就是請他代為執行市長之職務 我覺得我今天我是市長 這個有幾個問題 很有意思 市長獎是一個名氣 代表的是市長 當然 柯文哲不能來 那你這個學校校長 你要先請示教育局吧 教育局應該有義務去了解誰來頒 你不能隨便找個阿貓阿狗人來頒 如果找一個吸毒的毒販來頒可以嗎 你是褻毒到這個市長獎的這個名氣 請問得到市長獎的同學 他多麼努力得到這個獎 全校只有一個人得到 他有這麼好的名氣 他也應該有權利說 誰資格來頒給我啊 那詹恩樂 為什麼我白色力量不能請白人辦 白色力量請辦 OK 那你等於是私相授受 因為他白的嘛 那你今天你詹恩樂 第一個你是幫派分子 你還有錢 但我們不是說犯過罪的人 就不能有這個條件 讓子回頭金不換 如果他今天改誰規正 OK 沒有問題 可是問題是 他今天他在台灣是有很大的爭議 這個爭議除了政治上爭議 他過去他的種種他是幫派分子等等 所以這個的確是不得體啦